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最近是真的好冷啊 思考能力整个下滑 各位请多注意保暖跟保重身体 有观众留言说想看好游戏 没问题 小时候妈妈常说要多吃绿色蔬菜 来给我吃下去 进化物语 游戏在中国也是有很多名字啦 什么叉叉进化进化叉叉之类的 是款今年上架的作品 但也不排除是不是某些老游戏翻修进场改造而来的 而我依照当时游戏界面的绑号去查 发现会找到另外一款毫无相关的游戏 那就代表该游戏本身是没有通过中国的绑号审查的 而该款游戏的名字 目前是注册在一间去年刚成立的 启示网路旗下 但我感觉它应该也是别的公司的代理空壳 注册了一大堆游戏 而那些名字缩写以后 就跟其他款的热门游戏非常的类似 什么植物僵尸 四魂 拳皇 黑魂等 然后实际上都是一些垃圾游戏在烂鱼冲速 诱导用户下载 又是个妥妥的关键制行销 这边忘了提 这间游戏的台湾代理 又是他妈的一亨 这几次影片下来 我感觉自己都快变这间公司的形状了 希望其他厂商认真点 不要比烂还比不过人家 而看到游戏登陆界面这些充满香气的妹子 根据过往品尝过这么多健康好吃的手游 秉持着客观且正常的逻辑 这应该是款单纯的二次元游戏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小了 格局小了 这些你看起来很像的妹子 都是要先抽出一大堆丑不垃圾的精灵进化后 才会变成妹子 于是我又回头再仔细去看了一下台版宣传的广告 原来所谓的精灵酷少女 是这个意思 难怪咱们智爷要急着退休了 赶着给皮卡丘进化是吧 开开玩笑啦 毕竟人家智爷都世界第一了 是该见好就收 退休养老了 否则依照编剧之力再败下去就要变成宇宙大战了 但接棒的主角是否能继承IP光环就很难预料了 看看过往什么柏仁传 通灵王Flower 半腰的夜叉鸡等 实际上都过得不太好 而在这万物皆可萌的时代 良化逆人化 早也不是什么新奇的设定了 动漫过往也出过各种作品 而扣除掉神话 魔物 动物 昆虫 这类比较常见的 我印象中比较特别的还有被常探 跟工作细胞 而相关游戏其实也不少 2013年军舰类的舰队CREATION 2014年汽车类的车娘收集 2015年刀剑类的刀剑乱舞 家电类的家电少女 2017年成语文字类的文字鱼女 料理类的料理次元 2018年枪械类的少女前线 2019年水果类的Foot for Cute 茶叶类的明星录 2020年文具类的Star Rear Death Week 书本类的幻书启示录 大肠杆菌类的便娘Collection 还有去那头营收爆走出圈的黑马 赛马娘 看着看着 是不是觉得今天的网络用的够多了 所以各位千万别放弃思考 想象力即是你的超能力 财富密码就在你我的身边 扯远啦 让我们还是回来面对吧 开头会迎接一小段剧情 而我居然还认真看了一下 想说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不过期待总是多余的 后面还是打回原型的 还是熟悉那股换皮放置 先看一下立会吧 总觉得有些看上去就是挺眼熟的 很像从神奇宝贝跟树毛宝贝借鉴而来 像这只是不是跟伊布很神势啊 还有什么穿山甲、大针锋之类的 还有这只像不像树毛宝贝的滚球兽 真的看得出来缝合不少元素啊 而进化也分成三个阶段 幼年级、成长级、旧集体 有些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就会比较像个人 不然就还是不人不鬼的样子 但到了旧集体 都能解放成完整的妹子跟帅哥外形 只要你不去探究中间的转化过程的话 那到这边 无理一理厂商设计的出发点 想结合精灵加二次元的题材 让玩家为了好看的妹子去努力养成 有没有发现什么逻辑矛盾的部分 游戏最终引导的结果 还是回归到二次元少女养成的玩法 那为何 不直接去玩本来就是妹子形态的游戏呢? 而且还不用经过又臭又长的养成 这个逆天鬼才的设计 厂商我不知道你那天到底是克了什么 不过麻烦 不要给我 然后原本其实见面看起来很干净 让你以为是款看似良心的手游 但依旧还是个套路啊 所以这玩家的等级突破 课金跟广告团窗也是会步步解锁 最终不断进化的 还是厂商的课金手段 那下一款 我的门派 开发上是中国游飞网路旗下的白金工作室 落伏于今年的2月9号开服 而台湾代理是今天网路 而该公司在台湾目前还有代理另一款游戏 魔力宝贝归来 这在之前的魔力回忆的影片中有提到过 反正也是一款跟正版没有关联的 正版授权游戏 而一村在同个体制厂商下的游戏 我实在是很难相信它是不带有恶意啊 以至我带离获去Table跟B站转了一圈 百万下载近两万评价 还行吧 比之前那款咸游剑仙还合理一点 但反观官方在B站的影片点阅率非常的低 可能各位上传你加马桶照片的暗战数都比他高 作为一款盈余已经半年 而且有百万下载游戏 这实在说不过去 只能说未来岌岌可为吧 游戏是结合养成基因加修仙加探索的玩法 有点类似之前的江湖悠悠 所以也是需要对一下电波 而修仙类就不用说了 根本是不败的题材 类似的游戏更是胜不胜数 玩家主要是扮演门派的长门人 基因门派就是核心的主轴 题材来说还算是新颖 画风是偏向像素 看了一下目前整个地图 可扩充的范围还是蛮大的 而房屋系列上做的也是挺足的 再搭配一些四处走跳的NPC 氛围营造的还算是不错 而平常可以搜一些地址用来战斗 或者当工具人 这时候如果来个清明 不是噶噶乱杀吗 我的剑尊第二季什么时候会回归呢 但每次这些地址都是一些拐瓜裂枣 就没几个正经的 这就是官方贼的地方了 把那些比较强跟好看的 都放到课金里包去了 还顺便贩收一些武器之类的 不然的话就是要课金买卷来招人 然后再搭配之后玩家间的PVP系统 果然练材资源还是来自于人性 而看是简单的养成机制 能搞出来的课金内容还是一点都不少 尤其时间更是个宝贵的素质 而如果你不想课金的话 也行就去看广告吧 也是把课与不课的玩家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但凡能赚的一分钱都不会轻易浪费 那作为金银类游戏 当然是必备家园建筑系统了 主要是作为定时收菜用的 建筑的种类也算挺多的 可以解锁一些像爬塔练功锻造武器的机制 然后另外搭配主线的大世界探索 能捡一些垃圾素材 而路上的打怪大多都能跳过 而打不过的你也别想靠手动克服了 还是靠睡觉等明天比较实在 但这两者的机制上都非常的轻度化 也有一键功能跟自动巡路 并没有过多深度复杂的机制 然后我一边玩着玩着 外加因为天气冷就开始犯困了 老实说这款游戏真的是挺催眠的 但不得不说啊 如果你是有时间又想玩经营类游戏 还是推荐你去找款单机或者买断游戏 游玩体验机制完整 也不用怕被课金掐着 结论 美好的事物不会自己靠过来 垃圾的广告却会不断按时推送 每次看到这类游戏不断的推送 就知道又是准备爆赚一笔的节奏了 不知道今年台湾的手游课金产量 会达到什么样的新高度呢? 因为最近看到各种盗版的IP游戏特别的猖獗 尤其像七龙珠跟火影特别的多 虽然我从不推荐你玩这类游戏 但如果你想玩我拦不住 不过也千万不要花钱出值 有版权的都不见得能长久经营了 何况没版权的更不可能有任何保障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